Lion有聊四季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n 今天要來看瑪莉人對上匈奴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 阿拉伯地圖 好 我們來看一下藍方 藍方是瑪莉人 瑪莉人的話 最大特色是 這個金礦持續多30% 所以它的金礦挖到後期 是會比別的文明多上很多的 大概這樣子的礦區有5600黃金 那多30%的意思 就大概是會到 7000多黃金 就這一撮就多了快2000多黃金 那瑪莉人的話 它的一個木材的費用也是節省的蠻多的 它的建築物的木材節省15% 所以前期的一些 魔房阿還有這個 採礦營地阿 法木場阿 房子 這類的東西都可以讓它省下一些木材 那省下的木材就讓它可以多灑田 讓它經濟會更好一點 那瑪莉出之外 最大的特色是這個 飆漢騎兵 這個飆漢精神 飆漢精神的科技喔 金冠檢下之後 肉馬跟騎士 攻擊力都會加5 但是它有一個小缺點 它沒有三級攻 所以有點算是 稍微補正的這個能力 那由於瑪莉沒有三級攻的關係 所以這個飛到手 傷害會稍微低一點 但是它打這個步兵來說 還是相當好用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凶人 凶人最大特色喔 是開局不用蓋房子 但是 不用蓋房子的缺點喔 是沒有房子可以防守之外 那 它一開始木頭會減100 那這個減100的效果 會讓它在油木上 過得非常難受 因為油木 一開始大家都是需要去蓋這個 碼頭的 然後趕快產這個漁港 那漁港跟碼頭 還有這個漁船喔 這些都是需要木材的 所以凶奴在開局來說 油木是非常慘的一個文明 那基本上不會有人會想要拿 凶人去打油木 那除此之外 這個凶奴最大的特色喔 是這個 便宜的馬功喔 城堡時代有9折馬功 那帝王時代是8折 這個折數相當多 所以凶人後期大部分都是打一個馬功路線 然後再轉一些遊俠 或者是打他和騎兵喔 這類的單位喔 就是一個馬功騎兵路線的文明 那它除了步兵跟工兵 護甲有點慘以外 那我覺得它打騎士方面 是完全沒有任何問題的 但也相對來說也會變成太容易被針對 所以凶人到後期選擇性真的是蠻少的 因為他能打的戰術真的偏少 只能盡可能的 在城堡時代拿到巨大優勢喔 帝王時代馬功擰一波 然後轉遊俠砍個一波 可能對凶人來說是一個比較好的後期方式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雙方的配置 那配置目前看起來凶人這邊 這邊四個人吃駝尿 這邊剛剛趕回來了 其實趕得差不多了 頭腦都已經趕完了 是嗎 我看一下喔 欸對耶 他趕得好快喔 他頭腦吃超快的 那最近有觀眾在問喔 這個趕路跟 趕路到底要怎麼趕比較好 但我只能說 如果你真的要練趕路的話 不應該去跟玩家玩喔 而是你先去打個AI 先練個一對一單挑 然後練個配置喔 然後一直去練趕路喔 因為你打AI的時候 你的壓力會比較小一點喔 自然就不太會容易死我 那趕路這種事情是需要練習的 所以你問我要怎麼趕 其實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就是用這個刺口去一直趕他屁股喔 就這樣子而已喔 沒有什麼太大的操作 就是他跑一下你就追一下 他跑一下你就追一下 好 就這麼簡單 但是這個也是二代很多人 很勾病的一件事情喔 原來不趕路的話 經濟差太多了 但趕路的話 每一場趕又很累喔 這也是世紀帝國2最累的地方喔 確實喔 每一場開局都要這樣打 真的是蠻累的 但世紀帝國4次就沒這個問題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配置喔 這邊配置配得還不錯的 石墓開 石墓的開局 然後這邊趕快再補一下肉 肉稍微再配一下 待會兒兇人應該還是要先轉出一個军營喔 這邊應該會下個军營 這邊趕快下军營 不然等一下馬就會下不了 這個時間點上海蠻早的 18匹阿 瑪莉也是很早 19匹阿 看現在高分段的玩家們 都是越早上 這個匹數越來越早上 現在20匹真的是偏少 這邊军營雖然下的稍微慢了一點 那兇人這邊打法就不太確定了 有可能不是極速肉馬 如果是極速肉馬的話 應該要再多拉一吋去蓋這個均勻喔 阿 阿 現在才發現 要慢了一點 那應該是極限肉馬 看他拉跌存過來應該是極限肉馬 OK 沒錯 有點不是很極限的極限肉馬 好 那之前喔 我們前幾天的影片喔 這個蒙古阿 蒙古阿 蒙古... 有那個...中國高手佑 去玩這個蒙古 然後有示範一場 17匹還16匹吧 就上封建時代了 因為蒙古前面打力速度很快 所以他上封建時代速度超級超級快 那個肉馬出場時間很誇張喔 不過...對方還是高手 馬上就看出來對方也是極限的 所以防守上來說也沒什麼問題 好 那看起來 瑪莉這邊也看到對方是上個肉馬開... 喔 床上邊已經出來了 那家裡也是選擇肉馬開一局 兩邊都是肉馬 那肉馬互打的一個情況喔 要特別小心對方床上邊的數量喔 就是這樣子喔 像這個...裡面又再多殘一隻 有時候沒有空好就被偷插喔 那只要被每常用兵插到一下喔 這個...戰況喔 就會非常不利喔 肉馬的血量喔 在對中的時候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喔 你只要被常用兵插到一下之後 你的刺頭基本上 沒法做到任何事情喔 你就算鑽到別人家裡喔 去一個進攻或防守 都有點太困難了 所以...打肉馬開局的話 要特別小心這個常用兵喔 這個越出越多是怎樣 出到四隻 有點多囉 哈哈 但是匈奴這邊 感覺表面上是一個極速肉馬 但是他只出了一隻阿 哇...這個太狠了 打算直到維加然後騙對手 但其實瑪莉自己也瑟瑟發抖 伺候也沒出門 死守在家裡阿 哇...這邊顯得尷尬 匈奴這邊...極速肉馬 好像騙到了瑪莉 瑪莉這邊其實維加圍得很快速 好...家裡圍阿 圍完之後就可以全部往外衝 那匈奴這一塊區域喔 趕快圍一下喔 不然這裡還...這個漏洞也是蠻大的 哇...直接圍死阿 那看起來是要開農了 我們這邊加速吧 開農部分我們就暫時跳過 OK...這邊戳到一下 哇...殘血...剩一滴 四隻斗粒 匈奴看到應該傻眼 好...這裡回頭應該會直接硬上來插 但是...後面還在追 兩邊跳恰恰 匈奴這邊去外面偵查 看一下瑪莉這邊有沒有圍死... 欸唷...這邊又戳到一下 回點鑽 好...是我就不會想要控這一坨刺頭了 好...就會...專心的農 好...兩邊...大暴農 兩邊都為死阿 看來...帝王時代會很精彩 因為通常前期開農的...兩邊都在開農的話 城堡時代...跟帝王時代經濟都蠻誇張喔 那個兵...打得有點... 有點兇阿 這有點期待阿 這邊的一個...開局方式 那目前看起來阿 瑪莉這個溫名要對付匈奴也不是什麼太難的事情 因為畢竟瑪莉的弱瑪喔 這傷害喔...比這個兇奴還要高 那...用支援交換戰來說 我覺得瑪莉還是比較...偏有力一點 之前...前幾天吧 也是...我們有上了一部... VIPE的... 三層金礦戰術喔 那一部影片喔 VIPE也是選瑪莉喔 哇...那個VIPE打得非常漂亮 那這場瑪莉... 感覺上是...也是想要走VIPE那種打法 所以前幾喔...選擇了VIPE 然後準備要來開弄 因為...只要瑪莉拓得越久 他的...金礦持續的效果 會越來越有力喔 但匈奴這邊有這個...黃金的一個...持續的問題喔 他不像瑪莉持續這麼久 所以...這個金礦可能會挖得很快 所以匈奴這邊可能要大量的...出這個馬功喔 去省下黃金喔 因為他城堡師大概就是九隻喔 現在出馬功...也不是很虧 但是...其實...說是九隻喔 但其實你們仔細想想喔 他出十隻大概是...出十隻送一隻的概念喔 所以...說聲也不是說省到哪裡去了 但...很容易的喔 匈奴每次都是這種...馬功開久 讓對方就很容易抓到對手的一個...意圖 自己轉出戰毛兵就可以完全Counter了 那...如果對方還會出一些...騎士阿之類的喔 那...瑪莉這邊也可以出駱駝 所以這邊瑪莉選擇先出駱駝跟騎士喔 看到對方出馬功 待會就可以轉戰毛了 好...就這麼簡單 那這邊是去偵察喔 看對手到底是出什麼 出馬功還是騎士阿 然後這邊打破一個木槍 但是趕進去嗎 這裡馬功雖然很多 直接逼走 但是...瑪莉這邊沒有第一時間去下正毛兵的升級 因為現在3TC在運轉 所以升級是有點難按下去的 而且這個射...一級射二級射也很難點喔 而且瑪莉也沒有三級射 所以這邊攻兵路線是稍微弱了一點 但城堡時代正毛兵二級射也夠用了 畢竟也只有二級射可以點 好...這輪卓技術也點下了 輪卓技術點下之後... 哇...看起來瑪莉經濟室更好一點喔 村民術稍微領先兩到三村 點死機還算可以喔 但其實最標準的還是這個三十幾村喔 去...就去點 會更好一點 把田椎解光 馬功這邊應該可以達到一個一兩村 因為數量夠多了 而且...這個距離夠近喔 通常都可以達到一個一兩村喔 沒什麼問題 那目前看起來... 匈奴這邊的一個作戰方式喔 是想要用這個馬功 先去...拿到這個... 控圖權 那待會喔 再趕快去... 農到地龍時代喔 然後蓋城堡 開始...掌控地圖外喔 那瑪莉這邊的防守的話 如果不轉戰毛 應要出騎士跟駱駝的話 我覺得會有點風險 因為畢竟... 現在馬功數量有點太多了 很容易被風箏喔 一發一隻駱駝是有可能的 你就算貼上了... 也是會損燒幾種 光貼上去跟撤退喔 就可能會損失兩隻 所以瑪莉這邊出駱駝我覺得不太樂觀喔 雖然還是...還是可以出啦 但是我個人會更喜歡出這個... 戰毛兵喔 直接做個Counter 然後再轉一些生女喔 去找對面的騎士喔 哇...這數量太多了 而且現在蒙古... 不是蒙古... 秋風有彈道學了 好...這邊一介面... 駱駝兩隻直接被射爆 但是駱駝直接踢了上來 來...傷害...不是很好 現在...馬功 一發一隻喔 效率就直接出來了 哇...果然跟我想的一樣 駱駝直接被打爆 哇...這一坨進來 沒有鎮毛兵 怎麼辦 那時候轉戰毛的話 可能又太慢了 對啊...因為你要... 囤... 你要蓋事件場 然後又要再慢慢轉這個... 一級射跟二級房喔 有點太慢了 這邊... 最快的一級方式喔 就是除母炮 母炮加頭車喔 直接過來擠就好 跟對方這邊也是除了頭車小慢慢進攻 那...目前... 瑪莉這邊選擇是繼續用馬 還是要繼續出駱駝 但駱駝真的是... 有點偏...被動喔 看起來...不是很優 但是... 匈奴這邊卻也沒有很激進喔 不要一直往前推進 那這場比賽還是1900分的比賽 所以... 看起來有點像是... 我在爬天梯的感覺 呵呵... 我打天梯也是這種畫面喔 兩邊都在開頭 然後兩邊都超級大爆兵 這個就很像... 我們這個分段的玩家 會打出的戰術喔 好...這邊直接點掉 哇...這邊直接拿村民上來點頭車 這什麼畫面? 喔...直接砸在村 好...這邊直接硬蓋城堡 想來終結一下這邊... 頭車的一個壓制 但這邊的馬功雖然還是太多 駱駝第一時間還是上來A了 但是馬功要第一時間處理駱駝 還是村民喔 但村民實在太多 這邊蓋起來的話 瑪莉就有機會了 但蓋不起來 瑪莉就要GG 但是馬功射速並沒有那麼快 魔子的話還沒有點 這邊只能選擇後側 哇... 匈奴這波 好像打到一點東西 好像又沒有 聰明樹稍微落後了一點喔 好...瑪莉這邊村民還是很多喔 沒想到這幾村過來蓋喔 並沒有損失太多的一個村民樹喔 哇... 這波瑪莉... 心臟很大顆耶 喔... 是我就絕對不敢這樣硬蓋阿 馬功這麼大量在旁邊 結果直接村民蓋 蓋動城堡在這裡喔 好...結果... 匈奴這邊想要前線... 軍營 然後蓋這個... 重裝... 長康兵喔... 去科士霍頭的一個戰術 然後後面馬功投車的進攻方式 那個...被釋破了喔 直接...只能後撤 但是...第一次這樣 匈奴也是... 點到了帝王時代喔 一級攻一點下了 好... 這邊看來要稍微轉一下... 馬了嗎 好...馬功繼續出 目前瑪莉... 看到馬功的策略喔 欸...如果上帝王時代的話 其實出... 再毛病就沒那麼好用了 畢竟沒有三級士喔 打起來會有點... 稍微弱一點點 那瑪莉如果... 帝王要跟馬功打的話 我想... 還是要先把這個標和精神點出來 不然就是直接轉步兵喔 瑪莉呢... 還有一個特殊能力喔 就是封建時代的步兵喔 沒...沒三個時代喔 遠距離防御都會加一喔 我記得... 瑪莉的步兵... 劍勇的話是... 八遠防喔 其實蠻硬的 但是馬功有十一攻喔 所以如果激活打帶跑的話 射一隻還有... 一隻還有三...三滴血 但是又可以考慮到 這個瑪莉的一個... 持續金礦的效果 所以出劍勇的話 好像不是那麼虧 又可以讓對方... 一直... 去控這個... 馬功喔 去秀對方的步兵 那... 投資爆出力來說 我覺得瑪莉出劍勇 也是OK的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那這邊就要看一下瑪莉 帝王死蛋會怎麼打 瑪莉這邊是選擇 先下二級攻 然後帝王死蛋 點下去之後... 會先點這個... 標換精神嗎? 感覺不會喔 這個... 這個...資源量不太夠 能點這個金罐喔 然後瑪莉在上面 那瑪莉這邊 就去轉洛駝 那第一時間升級 應該是會先升... 重裝洛駝 然後... 再加上這個... 標換精神 標換精神 待會等著瑪莉再點喔 先點這個三級防 畢竟三級防禦喔 是非常重要的 直接加二元防喔 這能加蠻多的 但是... 帝王時代的工兵喔 有這個化學跟三級事喔 所以三級防... 就剛好抵消掉了 好... 匈奴這邊還點下了... 雙人鋸 打得非常濃 看來...匈奴這邊也是有... 幸運準備喔 要跟對方長期作戰喔 看笑死... 這個匈奴怎麼在開挖啦 哇靠... 55隻 這就是... 匈奴最強的地方喔 重裝馬功化學攻擊 7加41攻 好... 表悍精神一點下了 果然跟我講的路線差不多 那先用駱駝扛個一波 然後... 待會喔 找個機會喔 再轉步兵喔 那目前... 如果瑪莉這樣打的話 還是挺有利的 因為瑪莉的金礦真的很多 她的駱駝是可以跟對方的馬功換得起的 那這邊...欸... 這邊直接蓋城堡喔 蓋在這個金礦區 想要來鎖一下這個金礦 匈奴這邊有夠貪心 兩個金礦都想要...想要吞起來 但是這邊... 匈奴也轉出了級兵啦 雖然... 匈奴的級兵只有二級防 但是也夠用了 畢竟要的是... 他的這個攻擊力喔 托上來就完事了 哇... 托下去... 大級兵果然真痛喔 那瑪莉這邊... 想要嘗試打帶跑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 如果抽競爭單位的話 匈奴是不要去做操作 才不會被換掉太多的一個馬功單位 那現在說給點下 好...這邊駱駝還是會被點發射死了 場率太低 實在是有點難打 好...那這邊瑪莉還點下了... 重裝騎士的升級喔 配了一些重裝 那重裝騎士... 騎士就會稍微硬一點點喔 但這個數量的... 這種馬功數量面前喔 也是直接蒸發喔 四十幾隻啊 所以現在不管是出駱駝 還是出這個重裝騎士喔 只要被騎士一法就已經是死了 好...那這邊重裝騎士傷害非常高 十九攻喔 連駱駝都會有這個...十四攻吧 對...七加之一...十四攻 那由於瑪莉沒有這個... 修瑪莉輕騎兵喔 只有這個...輕騎兵的關係 所以傷害...血量上來說會少一點喔 但傷害來說是很高的喔 好...也是七加七 那待會就要看一下... 匈奴這邊喔 要不要轉一下其他單位出來打 例如出個...什麼... 遊俠之類的 那遊俠這個東西又太容易被對方瑪莉抗 瑪莉這邊只要出駱駝 又可以輕鬆解遊俠 所以現在這個打法是...應該是最好的 急兵加馬功然後再加上衝車 好...衝車頭車喔...慢慢推進喔 那順帶一提喔 匈奴的這個...巨型頭時機喔 還有這個增加30%的命中率喔 所以跟對方互投巨頭 互拆的時候要特別注意喔 對方的...匈奴的巨頭 一定會拆得比你還要準 那也算是稍微增加一下這個 匈奴的巨頭之間的一個Counter 因為匈奴是沒有火炮的 所以可以把這個巨型頭時機喔 當火炮來用 雖然這個使用性可能會有點差喔 跟火炮比起來是... 缺雷差了一點 好...那這邊點下三級攻 二級捲金點下 這邊補下更多的一個射箭場 家裡瑪麗開始要轉出 中甲步兵的升級攻擊 還有這個縱火技術 中甲步兵...二級防 哇...瑪麗...要來開始... 做一些...很兇的事情喔 好...應該要0加4 好...這邊出一些疾兵 OK...變成0加5 OK...那...瑪麗這邊再加個三級防 那就是0加7的長槍兵喔 遠防有吸 好噁心喔 長槍兵都有遠防吸喔 好...這邊想要來蓋外裏長城 但是被抓包 哇...這邊...匈奴是這樣 當競技場在玩是不是 人造競技場 各種...偉大的石牆 瑪麗這邊也是有的 反正是匈奴這邊沒有繼續把這個石牆圍好 好...這邊直接過來靠個... 靠個城牆直接靠出一個洞來 後面疾兵...虎勢丹丹 馬公這邊...看到對方大量的一個單位 直接過來 後面疾兵直接補上 疾兵直接上...上去開湊個一波 後面馬公直接遠地開射 這邊疾兵加上城堡的一個...火力交叉 割倒了非常多的一個洞中提示 但是馬公數量依舊不減 還是有50隻 那...匈奴到地龍時代 這個...馬公喔就變八折 這個折扣感...明顯就...好了起來 好...上方這邊...順便阻止對手 誒...誒... 誒...這邊沒有要過去了 沒有看到 好...第二波這邊再上來 直接把巨頭給拆掉 沒有問題 好...看來城堅兵出來 要變雙手劍兵了 這邊...雙手劍兵的一個血量非常多 好...一隻有60隻血 遠防八 好...沒錯 沒記錯是遠防八 那剛剛就有說喔 這個步兵來說會比較尷尬一點 畢竟這個馬力沒有三級攻啊 誒...怎麼出這個東西啊 哇...出飛刀手會被射爆啊 這個飛刀手是要想拿來打這個級兵喔 但是...遇到攻兵就不行啦 飛刀手這邊不能輸 絕對不能輸 好...那馬力這邊點一下這個部落精神 那個...科技點一下之後 就會自動射箭喔 TC會自動射箭 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邊兇人只要用這個... 肉碼繼續騷擾 就會被射爆 但是...其實也還好 因為TC的本身傷害就不夠 但是...能自攻射箭還是不錯的一件事情 好... 這位馬公繼續...想要來...輸出 後面更多的路頭補了過來 應該第一時間把這個巨頭伸業打倒 沒問題 這一台...也是...輕鬆拿下 那裡的城堡應該是修得回來 好...那這邊巨頭被塞到兩台之後 後面還有一些備用的 要來輪番上陣 那...馬力這邊轉出了...劍勇 不知道是不是一個很好的決定 我現在有點看不太懂 因為...畢竟馬公是... 十一弓 可是...一下還有三滴喔 這個... 裝甲步兵數量不夠多的話 或是搭配一些... 戰毛兵喔 在後面偷偷... 射一下這個馬公的話 感覺馬公的數量沒辦法... 大量減少 或是搭配一些... 投石車或奴跑 感覺也是不錯的 可以配一些肉馬 肉馬後面包抄 然後正面用這個... 雙手劍兵喔 用劍勇 直接去扛正面喔 也是不錯的選擇 然後帶來這個城堡 看起來是要掉了 就村民不夠多 兩巨頭 很有可能就可以拆掉 看這邊...前線兇人 有很多疾兵過來 這邊是要硬打的意思嗎 這一波交戰...前面的疾兵 直接硬生倒地 雖然倒地的駱駝跟騎兵 雖然非常多 後面疾兵... 只是疾兵 長毛兵直接上去錯了一下 這邊還有一些劍勇 藏在中間 第一時間沒有打軍銀頭之鯨 軍銀頭之鯨把空氣存檔給拆掉了 正面這邊駱駝要直接送了一波 兩百人 扣馬力憋不住 這邊還真的正在升級 重型衝車的一個升級 從車身上去 看著我會吸一點 這個... 弓兵的一個傷害 好 馬力現在拔出了經濟 轉成裝甲步兵跟輕騎兵了 輕騎兵血只有80滴血 但攻擊力非常高 有這個7加7 7加7 好 進入這邊直接 爆砍一部疾兵 疾兵直接硬生倒地 但是後面的把攻數量還是很多 這邊衝車派出來 然後這邊有一些馬功果然在射衝車 效果很好 果然這個馬功 還是會比較怕這個衝車的 衝車可以考慮多出一點 然後在省下的黃金 多出一下劍勇 就只用這個衝車配劍勇的一個搭配 然後再把這個多餘的肉 轉成輕騎兵 去做一個包插或燒 也是不錯的 上面這邊有稍微做一些交戰 開始把這個衝龍 往外蓋得出來 正面這邊 再繼續想要用馬功秀操作 但馬功最大問題 一直都是要做操作這件事情 原來只要秀操作的關係 所以匈奴沒辦法一直很專心的 去打多線 馬功只要一部控好 基本上就會GG了 但是馬力現在也沒有什麼大規模殺傷的東西 例如頭子車或火炮之類的東西 小騎士馬力都還沒有在身 現在很單純都是用這個單位去做克制 但我覺得劍勇的數量還是要多 畢竟遇到疾兵就很難打 好 單兄這邊人口已經滿了 這個城堡能蓋起來嗎 後面是三巨頭在開拆 這個城堡不delete嗎 哇 也來不及了 這邊已經CAP多蓋到九十幾%了 這邊要硬蓋 硬蓋起來 但是應該是修復回來 衝車 上來要吸傷害 但是這邊馬功第一時間就把村堡射死 後面大量的一個巨型同士丁 直接把村堡給擊掛 這邊馬功 匈奴又拿到了上風 沒想到匈奴這邊見勇招式 並不管用 哇 這邊馬功加疾兵的一個傷害 打擊效果還是很好 這邊竟然有直接下來 偷村偷了一波 把熊主的說明書 偷到剩87村都不到了 哇 這裡砍得很讚 這邊怎麼還有巨型偷石機在偷拆啊 真的是偷家耶 好 但是 雖然被偷家 但是 正面來說 還是 有打擊到了瑪莉 但是瑪莉村民一直都沒有少 那瑪莉這邊 福到的村民數量非常多 福到77 村民生77村 但是 馬功數量一直在上升 馬功數量來到了驚人的75隻 76隻 好 這時候瑪莉都我們看開了 看來還是要轉點弓兵嗎 然後轉弓兵 戰毛兵路線啊 快馬 早點出戰毛 不就沒事了嗎 對不對 到這時候再出 有點為11萬 因為你出戰毛兵 幾兵也能打 幾兵能打也可以打馬功 基本上 戰毛就是全Counter 這些單位 然後黃金 出點 劍勇 或是 親戚裡面 去前面扛就好了 等下的黃金 跟對方打出黃金差距 對馬力來說 壓力會稍微少一點點 好 這邊抽了一波 欸 不錯 賺到我好幾隻的馬功 好 後面 但是後面更路均勻 所以才在這邊的出兵點 馬力開始把兵線往後蓋 下方這邊更多的馬功 把這塊金給搶回來 呃 其實 兇人這邊的黃金數 還是非常多的 好一千多黃金喔 基本上 沒什麼太大問題 哇 這時候兇人 還可以打出了105 跟對手說 你可以投降了 但是馬力這邊不甘失落 我還沒有要投降的意思 這邊開始轉出 大量戰毛兵 但是射箭場數量有點少 只有五個而已 所以殘數量沒有辦法應急喔 所以可能要蓋到七到八稿 但是木頭也不太夠 木頭也很少 目前馬力經濟 可以再補一些村民會比較好 好 從這邊 大量的馬功之原地開火 這個速度非常快 嘘嘘嘘嘘嘘嘘 這個速度非常美 但這邊也是為好 這裡過不來 這邊決定分個小隊 繼續看一下裡面的狀況 裡面居然轉出了戰毛兵 哇 一遇見就直接倒地 看來 戰毛兵還是相當關鍵的 打這個直擊兵也是相當快 畢竟人家沒有三級防 直擊兵防禦只有二喔 遇到這個 只有二級射的 戰毛兵齁 差不多一樣碰 哇 現在只要全部出 戰毛兵加這個肉碼 兇武就差一旦了 這個清奇兵出來 硬拆這個巨頭 然後戰毛兵上前母腦A 完事 這邊兇人看到對方出大量的一個 戰毛兵會有什麼想法呢 而且這邊馬力三級防師有的喔 戰毛兵的防禦很高 防禦是8喔 所以其實兇呢 也沒有決定性的一個勝利喔 這邊戰毛一出來之後 戰局完全不一樣了 馬功數量大幅下降 但是這邊後面生產速度都太快了 又補了很多馬功 起來 好 那這一波我覺得打得還算不錯的 戰毛兵還是可以繼續往前送 沒有關係 瑪莉這一波打完之後人口有點下降 稍微補一下經濟跟村民 這邊還按幾個炸藥桶 這個是要炸什麼東西 這個炸藥桶該不會是要偷偷炸這個地方 然後炸進去吧 有可能喔 瑪莉開始 要來做一些 壞壞的事情 然後上面屯一波奇兵 屯奇兵要來開炸 這個很關鍵喔 這個要是能炸進去一個洞 會逆轉嗎 但是匈奴這邊轉出了大陸嗎 喂 這時候匈奴有意識到 想要炸 第一時間沒有辦法炸到 哇炸了 但是直接被蓋了起來 哎呀 這一波直接被匈奴秀了一波 笑了起來 哈哈 這個 這個他怎麼知道還要用這個 製暴兵來炸 他是有 應該是有看到喔 這個石牆 這個石牆的視野是不是看到啊 好這邊戰毛兵再繼續交火 走兵打馬攻效果還是很讚的啊 哇馬攻速 開始慢慢被消 消毀了 這邊有一個大堆的肉馬 這個馬攻 直接倒地 哇這邊沒有控好 兄弟這邊馬攻沒控好 直接大量的馬攻直接插了一彈 後面更多的一個戰毛兵補了上來 垃圾兵大戰即將開打 但這邊出了一些 青肉馬之後 就可以稍微阻擋一下這些 戰毛兵了 但其實馬力加力也有些長長兵在做防守 而且還有這個青騎兵喔 青騎兵傷害很高 可以打這個肉馬也沒什麼問題 好現在亞力回到了匈奴身上 匈奴這邊黃金已經見底 瑪莉這邊黃金毫一千多 這就是深層金礦的威力 黃金還是非常多 但這邊基本上可以用垃圾兵 就可以來抵擋住窮兵的進攻 從這邊沒有決定要投降 這邊均一頭十一雷被拆掉 這一波進攻戰毛兵數量越來越少 可能要開始回首了 好這邊收完 火影馬弓再跟了上來 數量還有七十二隻馬弓 哇這很多 他現在只靠著戰毛兵有點不太靠譜 趕快找一些駱駝出來擋一下 好現在這邊聚兵有點困難 村民數 人口數已經降至一百五十人口以下 從這邊 意識擠出了馬弓 會有很多大陸馬過來 匈奴這裡 感覺快要擊倒了馬力 馬力的黃金突然見敵了 黃金全部投資在了駱駝上 這邊戰毛兵的數量依舊不夠多 生產速度來不及倒地 這邊馬弓數量還是很誇張 還有快要六十隻啊 一整隊數量依舊沒有減少太誇張 好 從這邊 更多的洛馬躲過來 這邊虎射 一直在交火 終於這一波看起來拿下了 中間這個TC也打掉 正面上馬力經濟不是很好 雖然村民數差不多 但兩邊基本上都沒有存款的 都是月光族 花完了資源 都沒有在存的 然後其實就很容易因為這樣子 對方的一個堅硬的一個 軍隊 讓自己沒有經濟轉出來更大的一個 單位 直接打錯了GG 果然是這個結局 很久沒有看到匈奴贏了 很少看到匈奴用大量馬弓 直接拿下來了 我覺得匈奴雖然沒有三級防 這個步兵板甲的科技 但級兵來說還是得出 只要出了級兵之後 對方出肉馬 或是騎士的駱駝 都可以有效抵抗 自己需要操控馬弓的時間 就越來越少了 就可能不要那麼太控也沒關係 反正前面有幾兵擋著 那這個想法也非常好 但是對方只要出戰矛的話 可能還是會被擋住 但馬力這邊經濟沒有搞好 村民數也沒拉起來 然後後面木頭 木區要越挖越穩 其實 打到後期兩邊都沒在顧經濟 都在專心打正面 好那來看一下這邊的一個經濟狀況 經濟狀況沒意外的話應該是兇人 匈奴這邊應該是蠻多的 雖然馬力這邊食物會贏一些些 畢竟是一次出這個飆悍精神 騎兵路線 肉板就會多一點點 總體而言看起來是 因為匈奴這邊有四一劑的關係 所以這個黃金樹會好一些 經濟上總體而言 會有補正一下馬力的生成金礦的效果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麻煩你們 坐下 我們看看 還有兩次 請大家 我說 這呢 在想找到